我們來做西谷米紫薯月餅 西谷米200克 倒入250克煮沸的熱水中 浸泡30分鐘 將紫薯洗淨削皮切片 放入鍋中蒸熟 取140克紫薯 拌入代糖20克 用叉子壓碎攪拌均勻 準備一點玉米粉防沾黏 將紫薯分成20克一個 模具抹油 我用的是Betis的月餅膜 取40克西谷米 壓平後包入20克紫薯 喜歡起司片的可以放1 4片 用虎口慢慢收緊 壓膜 下面電章烘焙子 再進鍋蒸20分鐘 蒸好囉 晶瑩剔透 這軟Q的口感大人小孩都喜歡 少油而且使用代糖吃起來沒有負擔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我們下個影片見 我們下個影片見